有那么一种翡翠 观看它又如同晴天里的湖水一般舒服 纯净 银润 无瑕 我们叫它晴水翡翠 很多人可能都只听说过这样的名字 而对它的了解并不多 今天我们就简单聊聊晴水翡翠 想了解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什么是晴水翡翠呢 翡翠玉珊喜欢用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形容翡翠 比如冰种 豆种 玻璃种等等 它们把晴天里湖水景色形象地运用在翡翠颜色之中 把翡翠中出现均匀清淡的绿色称为晴水绿 把具有这种特征的翡翠称为晴水翡翠或晴水底翡翠 但要说明的是 晴水翡翠并不是翡翠的一个种类 只是一种形象的叫法 晴水翡翠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是晴 晴形容的是翡翠的色调 也就是前面说的均匀清淡的绿色 这种绿色必须是均匀的 如果是浓淡不一就可能是飘花了 这种绿色也必须是清淡的 如同远看湖水时会感觉到有淡淡的绿色存在 但如果用盆将湖水盛出来 看到的只是一盆洁净无色的清水 并不会体现出绿色来 晴水翡翠第二个特点是水 水代表着翡翠的质地和种水 要水头足够好 在翡翠中 能称得上有水的翡翠 重水必须达到冰种以上 底子要清透细腻 无灰黑色调 预制要纯洁干净 没有 棉 柳 脏 裂等瑕疵 这两个特点缺一不可 那些冰种以下淡带晴水滤掉的翡翠 是不能叫晴水翡翠的 一般称它为痘青 这一点很多人容易混淆分不清 也有很多不良商家用来忽悠人 我们要特别注意 以上 就是今天要分享的 晴水翡翠小知识 你学会了吗 想学习更多有用翡翠小知识 记得关注订阅我们频道 再见 再见